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往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别人的指责并不代表你错了 那我已经几天没有上载视频了 观众朋友说以往跑哪去了 当然是因为我的YouTube初级班结束之后呢 非常圆满的结束了 学员们都正在热火朝天的忙着上载视频 开自己的新的channel 而我呢就是在高压情况底下给自己relax 看到我去剪了头发 然后去给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然后给自己的身体呢 开始进行一些cover up 就是恢复 那我因为我的过敏嘛 看到了吗 我还有点过敏的状态 可能因为那段时间压力太大 所以这两天呢我就说这样子姐放松 奖励自己放松啊 这也是我们人生 你可以集中精力往前冲 同时也要给自己一些奖励和休息 懂得休息的人才能会能做成大事啊 好那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话题 说是别人的指责不是你的错呢 那我昨天就约了一个朋友出来喝咖啡 这个朋友呢就正好他去看心理医生 因为一些原生家庭给他带来的一些原因 使他在30年的生活当中非常的痛苦 可是昨天呢心理医生用了一种引导式的方式呢 让他就是找到了正确的原因 他说我30年来头一次就感觉自己好轻松啊 好轻松 而我们讨论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竟然就发现的是原来一个父母我们教育孩子 或者说我们所有人传递的信息都可能是错误的 如果是你传的不对 我们父母教育孩子或者我们身边的人传递的信息不对 那这个人不单不能改变 而且他可能会把自己无限的陷在一种内疚和自责的状态底下 那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比他人的指责不表示你是错的 那说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啊 我觉得在这一刹那99.9%的人都会觉得 怎么可能别人的指责不就是说你错了 所以别人才指责你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详细的讲一下啊 我希望这个今天的视频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广阔的把它传播出去 来纠正我们大众的一些思想和思维 那也是为什么别人都说人是不可能改的 本性是不可能改的 你想改变一个人是天方夜谭 那我其实而我在视频里面 我一直跟大家说人是可以改的 而且在我的视频当中 而且呢我也帮助很多人在改变了啊 那我就觉得这个中间有个矛盾点 这个矛盾点到底是什么 昨天呢我们聊天以后就豁然开朗 而且我今天说这个今天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大 我又开始重复了啊 我这是慎重的跟大家说这个视频很重要啊 很重要 OK 就像又发现了什么重大的发现一样 掩盖不住这个小激动 我觉得我因为我们从小我们的父母当每些 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一样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说啊你做错了 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们要求孩子去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小时候是天真活泼可爱的 可是随着年龄的成长 随着社会经验 随着随着社会的磨合 就丢失了真实的自己 开始慢慢的变得不快乐啊 甚至有的人开始陷入到自己的自责和内疚的状态底下 甚至会那种恨事 就是仇恨社会 仇恨外界的人 讨厌身边 讨厌别人 就是说讨厌和敌视外界的人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他们认为指责就等于你是错的 但是这个观点其实是不对的 那我们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管你的外表是什么样子 你的你聪明如何 或者说你 你的怎么说呢 就是你现在不管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你都不是一个问题 你不是错的 OK 你的成长是跟着岁月 它是顺其自然长出来的 就像一棵树 它在天然的情况底下 它可能会有长歪的时候 可能有长错 可能会是一半死掉 一半长到状态底下 但是它的成长的这个过程 不是它的错 是它的经历和它的一切 就是环境所造成它这个样子的 所以近时近日 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不是一个问题 你没有错 就是你本身不是错的 我们首先要 这一点呢 主要是说我们又首先要学会接纳自己 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的形成 你的任何状况 都是它自然 随着大自然的岁月流淌 而形成的 像一块石头 在水里边磨到它光滑 那不是它自己本身的错误 是水流把它变成光滑的 一个松柏 它长在悬崖峭壁上 那也不是它的错 只是它的环境 它造就了它的这种生长姿态 所以在这里呢 我提醒大家是 好好地静下心里想一想 并且告诉自己 你本身 你自己 你长成这个样子 你现在呈现这个样子 这是天然的 上天给你的 你就是天然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是一个问题 你没有任何的错误 那为什么这点非常重要呢 因为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公平和正确地去接纳 外界的信息 并且根据外界的信息 做出相等同的反应 这个句话呢 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大家可能会想 以往你在说什么 这不是大家给的建议 我给出反应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什么还分正确与不正确呢 那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啊 比方说 当你做一样事情的时候 妈妈在说 你这样做是错的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应该 比方说她调皮玩 她说你应该乖乖地坐在那里 那你调皮玩 你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是跟着自己的心情 这一刻你想要跳 你想要跑 你想要玩 对不对 可是妈妈为什么说我是错的呢 那在妈妈这样说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 我是错的 我不应该这样吗 但是其实妈妈也是并没有正确地告诉孩子 为什么这一刹那 这一刻她是错的 比方说 现在是上课的时间 在老师前面讲课的时候 你应该乖乖地坐着听老师讲课 或者是不会不要影响其他人 那这个行为并不是说你是你玩是错的 而是在告诉他 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底下 你应该这样做 才能和别人 才能适应这个环境 才能和别人融洽 才可以达到一个上课的效果 才能把老师的知识听进去 那这个过程大家所谓所有的家长们 你们听好了 当你在指责或者告诉孩子做某样事情的时候 不要让他认为到你是一个坏孩子 你是错的 所以你的行为才不能被别人接受 不是的 而是你要告诉他 在这种环境底下 在这种特殊情况底下 在这种人际关系底下 你只有这样做了 你才可以在这种环境底下 让自己很舒服 让自己学到知识 才能交到朋友 同样的这个听到指责的人呢 如果他是对自己是接受的 包容的 他知道自己的是没有错的 他就会说 原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要这样做 我才能学到知识 我才能交到朋友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 这是一个健康的思维 是这样想的 但是一个不健康的思维就说 你又在指责我 我又做错事情了 难道真的是我的错吗 不是 我没有错 我根本就没有错 我自己 我本来就是想开心 我想玩就玩 我想就跳就跳 为什么说是我错呢 就是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心里面就会说 一系列的反抗和反应 第一 他会觉得 对方是在指责他 对方是在指责他 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很不舒服 让我很不爽 然后呢 就会对对方产生敌意 第二 就是说 妈妈说 我是不是 我真的是做错了吗 我不是一个好孩子 我不是一个乖孩子 这都是因为我的错 所以别人都不喜欢我 都讨厌我 这是一个心理过程 那他把这所有的经历都放在了这个心理上的自责自卑和愤恨上 他就不会去清楚的思考 妈妈说的这件事情 妈妈说的这件事情 我是应该这样做的 我这样做会给我带来一个有利于我的结果 那其实 其实妈妈告诉你就是一加一才能等于二 而你在考虑的是 妈妈说我错了 妈妈说我不是一 妈妈说我现在在做的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就是我刚才所形容的这个场景 大家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 这就是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和一个不正常思维的人 或者是原生家庭给他灌输了错误思维的人的反应 那这个世界上 如果外界的信息 大量的信息涌进来的时候 那你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在做出正确的行为 得到不断的改变和进步的同时 又可以保留最天真 最原始的自己 这就是在于你的思维方式 当一个指责或者一个信息进来的时候 你所想的是 这个是我渴望的知识 在这个场景下 我要这样做 我才能做到越来越好 这个思维 还是他在指责我 他在说我 他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我为什么要说 为什么要说我 我有什么错 当他一系列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了 这就是很多人说 哎呀他不可能改变的 人不可能改的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人的本性确实是难移的 因为他是 就是经过时间 他就长成这个样子的 而问题就在于 你让别人感觉到 你是要改他的本性 而不是在教给他 在这种场景底下 如果你这样做 可以在保留你的本性的同时 又可以来做好你的人生 过好你的人生 并且达到更棒的效果 这就是问题就出现了呀 那我们平时在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总越在乎的人 我们越希望他好 或者说 说句不好听的 每一个人给你一个指责 他其实都是有私心的 他希望你做一些事情 可以应和自己 让自己舒服 对不对 那其实对方明明 他其实对方是爱你 你爱他他也爱你 他想做出一些行为 让你去舒服 但是问题是 他感觉到 他的 你是在想要改变他这个人 改变他的性格 让他做出一些行为 他就等于 你在想改变我 那我如果改了 我就失去我自己了 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 就好像我之前说 其实我一直在 我领悟出了这个道理 但是我没有用一个 很清楚的界限 来分清楚 这个区别在哪里 比方说 我说我在YouTube里边 很多酸民给我的指责 或者是说建议了 我会把它当成好的 来帮助自己越来越成长 那有些时候呢 也有观众朋友说 一望那你这不是 就太在意别人眼光 那你就变得不是你自己了吗 但是其实我想 没有啊 我还是我自己呀 但是我却可以正确的 收纳别人的建议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那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呢 为什么别人说 我改变了 我就不是我自己了 我就失去我自己了呢 这就是人们根本的思维的差距 和偏差 或者是错误的思维 你认为你改变了 你这样做了 你就不是自己了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而是你还是依然可以做你自己 但是你可以 但是你懂得在不同的场合 展现不同的你 让你在不同的地方生存下去 并且可以生存的很好 像比方说 你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底下 你要保持严肃 那并不表示我的性格就变成了 以后你就要 你这不是逼着我 做一个严肃的人吗 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就会排斥别人给你的建议 你就会排斥我不想这样做 那如果我这样做了 那这不是我的性格给改了吗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我说那你在这种舞台上 你就应该展现你自己的自信啊 什么的 你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做不到 第一 你可能确实做不到 第二 你可能想的是 我自己的性格是这样的 我做不到 我做不了 所以你就会拒绝 想要去尝试这样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可能你在这个环境底下 大氛围下边 你会真的可以做到这种 啊 展现了唱歌呀 跳舞啊 因为这个只是短暂的时间 当你回到你自己的天地 你自己的世界里边 你又可以做回自己 这就像演员一样 像我以前就会这样想说 哎 我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我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底下 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为什么我可以做到呢 是因为我知道 那个场景 我是需要演到那个样子 我才能合在那个场景下 生存下来 可是我自己的本身 我是没有变的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很清楚 我很了解我自己 我很爱我自己 我很包容我自己 甚至我觉得我没有错 我本来就没有错 但是我清楚的是 在那个环境底下 我就应该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 如果想在那里生存 我就必须要照着 他们里的规矩和方式去做 可是这一切的信息 哪里来的呢 是我的妈妈告诉我的 是我的妈妈 传授给了我正确的方法 她在让我爱自己 认可自己的同时 她也在告诉我 在一个不同的设定的环境底下 你可以 你可以去做一个不同的东西 不同的样式 然后呢 让自己适应那里的环境 达到你想要的目标和目的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这不是你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 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你也不是一个问题 也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问题来解决 那我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她说原生家庭 而我的朋友一直说 你是因为你妈妈把你交正了 我妈妈没有把我交正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于是什么呢 就是 那我就一直在想 这个交正到底是什么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到底大家伙错在哪里 为什么有的人是可以改正的 可以改变的 所以就像我一样 我说人是可以改的 谁说不可以改的 我就可以根据我的变动 我的改正 我说变就变了 对不对 那像我以前 我懒惰 我不喜欢收拾家 我不喜欢做基检 那我当时那环境底下 我是错的吗 我不是错的 因为在那个特定环境底下 我就 我这样做 是它就是自然形成的 可是到了现在 我觉得我的生活需要我极简 需要我打扫家 需要我爱干净 或者是我想这样做 那我就做了呀 我就做到了呀 是吧 那难道说 我就改了我的性格 或者是我强迫被人改的吗 不是 而是我的心态是 就是知道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该时候是改了 所以我不抗拒去改 而且我觉得 这个只是顺其自然在改 也并不是说 我社会逼得我 环境逼得我 我不得不得 我不得了 也我非要改 我就是一个错误的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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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自责的 一切都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 就是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在阻挡你的思维 阻挡你接受新的概念 阻挡你去改变 那我今天其实 我在讲这个视频的同时 我也是在不断的整理我脑子里的东西 因为我昨天刚和朋友聊完 我就很兴奋 我觉得这个视频我一定要播出来 而且我可以保证 这个将会帮到很多人 帮到很多的父母 怎么样从一开始正确的教育孩子 帮到很多 在这种自责和内疚中煎熬的 忧郁症患者 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 在放下自己的戒心的同时 可以乐意开心的做出改变 让自己的人生越过越好 在一种 这种 不能说是指责 只能说这种建议 不停的涌入到你的生命中的同时 你既可以好好的去运用这些建议 去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同时 自己又不受伤害 那这一点呢 也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做YouTuber了 我们做YouTuber的 就说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强大 别人说的东西 我可以把它当成建议 而不是伤害 为什么有的人 别人说的东西 他就会很生气 很指责 很无法接受 就是可能他就认为 别人这样子是在说他是错的 他其实不是 这不是 而只是 别人只是想让你做某一样事情 可以让他感觉很舒服 比方说 一望你的背景看上去不好 让我不舒服 是不是 就说他觉得他希望我的背景好一点 让他舒服一点 对不对 他说一望 你看你胖的 不化妆 这个难看 可能他想让我瘦一瘦 化完妆之后 让他视觉上感觉舒服一点 所以 这是你的错吗 这不是你的错呀 但是呢 如果我想让这个人 就是我想和他交朋友 我想得到这个观众 我想我的视频做的越来越好 他的这些都是好的建议 他同时也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样做 才可以让观众朋友心里舒服 我怎么样才能得到观众朋友 我怎么样才能观众 才能留住观众朋友 所以这是不好的事情吗 这全部都是好的事情 那我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我包容我自己 我理解我自己 所以我也同时也知道 他的指责是在 他的需求面 在提出一些要求 那就要看 我是否想要 对这个人 那我就要看这个人 或说这个话的人 对我的重要性 那我之前也说过 我有不同的朋友 我可以交往不同的人 而且每一个人 我都可以交往的很好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会根据他的需求 而选择性的展现我自己 那也有 马上就有人就说 那以往那你就是变得 不是你自己 受的不是你的真我了 对不对 那请问 你的这个真我 你的这个真我的展现 不管对方多喜欢你 不管你俩的性格多相似 他都有一些 就是坎儿 或者是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有摩擦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并不是 我和你在一起 我并不是说我要改掉我自己 而是当我和你在一起的 这一小时 或者两小时 或者三小时的时间之内 我可以做到 让你尽量避免一些 让你不舒服的东西 尽量给你一些 让你舒服的东西 那 友谊人际关系 关键一点就是 让对方舒服 或者是有利于对方 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 你有自我价值 别人才愿意和你交往 这是很现实的 不要说哎呀怎么这么现实 这是事实 这确实是事实 那或者说 夫妻之间 那怎么办 我24小时都要对着他 我是不是 如果我不做 真我的话 我会受不了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对方为什么说 吵架是好事 因为吵架的时候呢 才能真正把自己的感受 说出来 那有些时候 你为了爱对方 你可能尽量 就像我说的 我把我24小时都装得很好 让老公舒服 让老公开心 让老公什么 但是我自己很憋屈很受不了 可能当你有一天 你忽然间爆发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感受说出来 老公才知道 原来这样你是不开心的 但老公就会收敛一点 就是这就是磨合的过程当中 什么叫标准呢 标准就是 你退我进 我退你进 直到有一天 找到一个 大家伙都舒服的状态 或者是 找到一个可以交换的条件 比方说 OK 那我允许你臭脚丫子 OK 那老公就说 我允许你 不洗碗 其实说 有的人说 我不能允许你臭脚丫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懒惰 不洗碗 老公都可以容忍了 难道你就不能容忍他吗 所以这也是一种交换条件 那这种交换条件 为什么呢 就是为了 选择 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 你其实你越计较别人 别人就越计较你 因为别人在不停的找这个平衡 比方说 你当你把对方的毛病 哗哗哗 说一大堆出来的时候 那别人可能就会说 你也好不到哪去 哗哗哗 把你的毛病 也说一大堆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其实对方 并不是有意想攻击你 而是 在你攻击他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找一个 平衡的东西 来和你平衡上 就说 这是公平的 这同样的也是 当你在不停的感恩对方 哎呀 感谢你为了我 做什么 什么 同时呢 他也会想找 对呀 你也是 对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很感恩感恩你 所以感恩的东西 也是在找平衡点 所以你想一想 你想找感恩的平衡点 还是想找 毛病的平衡点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你能找到别人 多少个毛病 别人就能在你身上 找到多少个毛病 而且 有的人说 他可以接受你 所有的毛病的同时 必定也是 你能给到他某些东西 他愿意去平衡 这个缺点 所以这就是 人际关系里面的上下点了 讲着讲着 感觉好像自己跑蹄了 这个跑蹄 其实我觉得 所有的事情 甚至很多的心理病 思想上的想不开 很多很多都是 因为你把自己看成了一个问题 你把自己看成了一个 就是错误 所以你总是想去解决它 想要解决自己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 想要去改变 可是改不了 想要去 想要去进步 却进步不了 因为你在这头 一边想要改变和进步的同时 那边又不断的否定自己 你又 但是你又觉得 哎呦我不可能改变 我的性格就这样 我怎么能改变呢 但是其实你不知道的是 你的性格是这样 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在这个结尾的 我就跟大家强调一点的是 我们做父母的 教育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首先要说 你自己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你很可爱 你很天生 你很活泼 你这一切一切都是妈妈 就是妈妈最喜欢的 但是在这种场景底下 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做 你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你才能学到知识 或者说 在这个场景底下 你本来就应该 这个时候要乖乖的坐下来 听老师讲课 然后你才能学到知识 这就是我觉得西人教育 比唐人教育好很多 就是这样的 因为西人教育呢 他就 我就看孩子啊 他该玩的时候玩 中间该交朋友的是交朋友 该青春期的时候青春期 等到最后考大学这几年呢 他们就会很 很自动的去专注在学习上 准备考大学 因为他就是很自然的形成的 而且学校也没有告诉他 你应该怎么做 不是 而是他就是 根据孩子青春期的发展 而某一个阶段 应该做什么 学校就是这么安排 一溜一溜的走上去的 所以孩子到了考试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这个时候 这个年龄段 我就是应该开始 把心静下来 冲刺三年 然后考大学 所以 所以孩子既享受了青春的同时 又可以在该做什么的时候 做什么 而成功的考入大学 我觉得这是西方国家教育的一个 非常成功的一点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一定可以找到 让你生活快乐 幸福的方法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父母 都可以这样 用爱心 正确的方式 去教育孩子的话 这世界上 将会多了很多很多快乐的人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